从已经模仿郭德纲这段 无论是神情还是动作 都和老郭一模一样 尽管后来也有徒弟纷纷模仿 就算是亲儿子郭气霖 也没有金子学得像 虽说一开始是故意模仿 可后来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习惯 如此相似的原节奏表演风格 曹金才是所有徒弟中 说相声最像老郭的 身上挥着不去的全都是老郭的影子 这还能说自己是代意投尸吗 2010年曹金已经退社 在举办从一十周年演出上 他却说了这样一番话 当时两人还没有撕破脸 曹云金也大方承认 郭德纲永远是自己的师父 还表示在所有徒弟中 师父对自己最严厉 演示出高途 能看出郭德纲对曹云金这个徒弟 有很高的希望 虽说曹云金总抱怨师父偏心 大师兄何云伟 他什么都是错的 而自己却不对 但曹云金却忘了 他才是老郭最喜爱的那个徒弟 可于先上宗义都会带着 手把手交出来的弟子 又怎么会不爱呢 可老郭辛苦培育出金子 这一个好苗子 到最后却是一场空 可以说 老郭对曹云金 简直是当成亲儿子来对待的 自己一身本领 几乎全交给他了 网友也能看出 金子学到了老郭的精髓 至今都甩其他徒弟起条街 像是小王子名不见经传 到处参加节目时 曹云金就已经拥有 庞大的粉丝群体 只要一上台 台下就一片欢呼声 甚至有传言 曹云金是下一任德云社班主 网友也发自内心表示 想看曹云金和老郭 道歉认错 回到德云社 年轻时确实是犯了错 但在业务能力上没得说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曹云金回德云社会支持吗 欢迎留言评论 曹云金和云伟杂挂日本的这场演出 虽说两人已经离开德云社 但二人也曾一致对外 在杂挂这方面 一点也不留情面 台下粉丝也很捧场 这时他的表演 在德云社已经非常成熟 正因为人气越来越高 曹云金随之膨胀起来 不仅抢了师兄弟的风头 还精神在公开场合挤兑他们 老郭也不是吃素的 认为该管教管教曹云金了 于是试图二人在舞台上 表演了一出武打相声 可能这也是老郭早就想干的 借此打曹云金来压一下他的狂妄 但曹云金并没有领会师父的意思 还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来 甚至有次和岳云鹏同台 曹云金认为自己被抢了风头 于是在舞台上 直接对小月月大打出手 如果不是老郭拦着 后果恐怕不敢想象 而当时老郭的一句玩笑话 如今却成了现实 曹云金 我对你很失望 我满腔的心血都给了你了 对曹云金实在是太失望了 而他性格越来越傲 撑起德云社半边天的曹云金认为 自己的回报和付出不平衡 不甘心老郭吃肉自己去喝汤 随着德云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他也接到各种演出活动 甚至商业代言 按理说德云社赚得越多 曹云金也会分得越多 可据他所说 自己接的所有节目 酬劳却全部在郭德纲手里 并且资金每月只有4000块工资 名气和实力都有的曹云金 自然不满老郭的做法 于是决定退出德云社 自立门户 自己退出就算了 还把当时最好的捧跟刘云天 也呼又走了 当时说如果孩子你不走 小月月 月云鹏 还有这谁 这个郭麒麟 你随便挑一个 为什么刘云天走 因为XX的刘云天 炸你举起 老郭想挽留刘云天 对他保证把郭麒麟或者月云鹏 这样的好的痘痕给他 可刘云天还是一走了之 听说听云先是成立了 但观众大不如德云社 不知道兄弟二人看到如今 德云社的发展会后悔吗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 不知道什么事 站出来劝你大度一点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这种人 你得离他远点 因为他遭雷劈的时候 容易连累到你 夸 这扎你一刀 你这血还没擦干净 他过来 你要勇敢起来 你死不死 曹云金在节目中 公然模仿老郭 被网友骂恬不止耻 事后他也在采访中表示 李改等于社 是因为老郭不让他演出 你又离开 是你们不让我呀 尽管我 恨郭德纲的人那么多 加起来都不及曹云金一个 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亲儿子 到头来却插了一刀 因此老郭在采访中 从来不会提起此事 有机会一头回来吗 自从我们的家伙公布那天开始 我就说了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到我死了 你不会再提了 你们哪别的朋友 这么敏感 但曹云金却不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为 带给郭德纲多大的伤害 还恬不知耻地表示 如果邓云社有需要的话 自己还是会回去的 可自从曹云金和老郭闹翻之后 他就成为争议人物 自己名字云子的由来 也要和老郭掰头一下 他不愿意舍弃这个云子 在曹云金看来 云子本身是张文顺先生给的 和郭德纲本人无关 他也没有权利和资格 回收云子的使用权 要我说 难道不是因为 这个云子有热度吗 看来还是 德纲社的商业价值高 离开了老郭 自己也没有收入来源 在乡者圈混不下去了 又转战影视圈 可人品不行 在哪里都会被唾弃 从曾经的德纲一哥 沦沦到人人喊打的地步 不知道如今的他是否会后悔 对于曹云金的做法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希望他回去德纲社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